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关于鸟类科普的书籍 这是我从半毛雏鸟手养大的白纹鸟点点 它已经四岁了 它是一只雌性的白纹鸟 这本中国常见鸟类观察图鉴收录了148种鸟类 都是中国常见的 用精美的摄影照片记录了它们的习性和生存现状 并且分成了六个大分类 以鸭类为主的游情 走地鸡为主的路情 空中掠食类的猛情 湿地跋涉的射情 主要是指灌类 还有攀晴和鸣晴 攀晴是指啄木鸟和杜鹃 鸣晴是指燕子、麻雀和喜鹊这类爱叫的鸟类 还会科普一些鸟类知识 比如啄木鸟为什么不会得脑震荡 甚至和安全帽的发明还有些关系 还有大部分鸟类会有土食丸的习惯 把胃里面不能吸收的物质凝聚成团 在近18到24小时后吐出来 以及一些人类保护动物的暖心事迹 比如2020年的时候 东方白贯提前到达天津的迁徙点 结果因为当地湿地的退化导致食物不足 于是爱鸟志愿者募集资金买来大量的鱼类 给这些东方白贯搭了个零食堂 一直到它们迁徙离开 通过这种图文和小故事的模式 多角度向大家展示鸟类的科普 也让大家在欣赏美丽的作品的同时 建立起对鸟类的基本认知 激发起对自然野生动物的好奇心 也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些灵感 这是一本特别适合孩子的科普书籍 让孩子在观察中获得丰富知识 认识多彩的世界 培养探索的精神 中国常见鸟类观察图鉴 对于爱好拍摄鸟类的朋友 这本书也是不错的选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